第一笔资料没有问题 订单处理也把它存起来 可是如果说我要能够把那个下一笔资料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笔 所以我要判断什么现在应该不能是2了 应该变3 那你不可能说你现在再把它改3 那这个数字就是一个所谓的变数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现在在第几笔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把游标放在A1上面 然后按下一个什么按下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就会停在什么呢 这个Range的最下面Ctrl向下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应该知道Ctrl向上就是最上面一列 Ctrl向右就是最右边 Ctrl向左 Ctrl按住的话它可以决定这个范围的 上下左右的镜头 所以呢我如果 通过这个方式 Ctrl向下 其实你可以 用录制具体也可以知道 Ctrl向下 它也可以录出 一行程式 取得某一个变数 我这地方的话 那当然这个原理知道之后 那怎么把程式写出来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有一个变数 那我们一样切到 相货明细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要怎么样知道 这个词 其实我这边可以设一个变数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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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I 这个I的词 I等于什么呢 I等于Range 那也就是 我刚刚讲那个动作 我就把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A1上面 那A1的话 你就给它一个A1 然后 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 Ctrl向下这个动作 在程式里面表现的方法 就是 点 END END Ctrl向下就是 镜头的意思 END Enter一下 然后呢 再点一下 END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 哪个方向 跟正一下 应该是 刮弧 刮弧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上下左右 有没有 那我要哪个方向呢 A1 在最下面 所以是什么呢 X1